建盤暫止社群媒体平台上对立两方的网友发生激烈争执的现象 针锋相对的言论不仅可能影响阅听众的心情 更可能在无形之中塑造对立 我自己认为我自己还蛮常在网络上蛮活跃的 那比较印象深刻可能就是像 像去年前年的同性婚姻合法 或者说像精神疾病无名化 我印象中的比较会跟人家在网上论战的 或讨论的部分应该是违规停车 以及最近的振兴券的部分 发表自己意见的人多少都是有自己的立场 那有时候你会觉得说 就是可能自己会不太了解说 为什么对方会跟你有不一样的立场 然后你会很尝试去说服人家 然后对方可能会觉得 你才是不被接受的那一方 或者说对方可能就是直接用攻击系列的言语来 回应 那这时候通常就会觉得说 就好像我很努力的想要说服人家 但是你却不理不紧张 就是难免会有一些失落的 你看到一些跟你立场相左的 或者是跟你不服的人 但会想要去跟他做争辩 一开始会说你说的都不对 但是之后会细心的去看他在乎的点是什么 然后我们去解释给他听 对那有些人他还是在归挡墙 那当然你会觉得有点无奈 无奈的心情会比较多一点 但是如果有人听得懂我们在说什么 而且能接受最好是还赞同 那我们就会很开心 键盘战过程中 理性沟通往往容易被天机的言论淹没 有时经历了长时间的争执 人是双方各说各话 问题无法获得解决 引发争执的问题核心 甚至也在争论过程中逐渐模糊 私交我觉得难免会有 比如说可能 比如说可能我跟一个人在讨论 那可能讨论到他觉得他已经没有东西可以丢出来 然后他就开始比如说 你怎么没有放大头贴 你是不是假账号 假账号才会用这种影战的留言 或者说可能有些人说 社会大学都这样子想啊等等 就是我觉得这是我们是理性的讨论 你不应该去用一些什么学历啊 或是你是不是假账号来模糊这个焦点 就失去了这个讨论的用力 85%会说我在狡辩或玩文字游戏 然后10%会说他了解了但他不赞同 5%会说好的我知道了 我会在香港看了 然后或者说他已经赞同了 老实来说我自己觉得可能还是无效多于有效 因为就是我会觉得说你的立场会强到一定的程度才会上去发表你的言论 或者说去批评某一个立场的人的不是 所以我会觉得说在这些立场这么人的情况下 你要去说服他会相对比较困难 然后再加上说会有部分的网民是用比较攻击性或是比较讽刺性的言语来做回应 那这样子的沟通其实就没有办法达成共识 所有的传播研究里面都会告诉我们一件事情 当我们知道别人要去说服我们的时候 我们通常就会抗拒 键盘站可能会去协助你去把某些的资讯愿意说 可是键盘站如果只是站而不是听 那当然不会是一个好的沟通方式 沟通不是在说服人 我们会看到很多的意见很多的情绪 但是我们比较不一定会看到事实或者讨论事实 所以他在获取资讯的真实性上面 你比较难从那个所谓的彼此间在键盘上面的讨论 就一定看得出来 但是你相反的反而会容易受到这些所谓的情绪情感 这些因素或是这些所谓的评论等等的因素所影响 键盘站往往由网友发起 然而炮声连连的战局中 资讯相对庞杂混乱 民众的判断能力可能因此下降 有心人士便可能利用这点进行资讯的操弄 看似言语偏激明文不灵的账号背后 也许是带着特定目的 意在制造对立与混乱的网军 键盘站当然会跟资讯站会有一些关联啦 就是例如说我们看到很多资讯站其实都会有网军嘛 那网军他可能会针对某些的一个议题 或是某个世界去强烈的发表他的看法 而发表看法他有可能去制造假的资讯 他也可能去带风向 所以在这个过程当中 这些所谓的键盘所展现出来的东西 他当然就会影响到我们的一些对事情的看法 他也会因为情绪性的语言而去做某种的这种所谓的挑动 去做某种的这种所谓的情绪的渲染造成社会的对立 在这种状况底下 他未必是用所谓的资讯站 他未必是只有用假新闻 他可能去挑起你的情绪 挑起你的仇恨 挑起你的不满而造成你们内部的冲突 或甚至造成内部的无法沟通跟分裂 纵然民众面对网路上的种种争论 可能会引发愤慨的心情 然而在缴获其中以前 也许能先利用媒体试读的能力 领先资讯产出背后的目的 除此之外 当争论来到眼前时 民众又应该抱持什么样的态度呢 应该讲说我们对所有的资讯都应该保持着一种质疑的态度 包括对老师说的话 包括课本看到的东西 包括这种所谓的资讯的内容 也就是我们人本来就应该要去养成某种批判性思考的能力 这个不管是面对谁 但是不代表说你不信任他 或是你不相信他 而是我们对他所呈现的资讯 我们要经过自己的大脑去思考 而这个大脑思考要注意一件事情 不是你越认同的东西 它越是真实的 不是跟你立场相同的东西 它一定就是真的 所以有时候你会去相信他 并不是他的真跟假 而是他跟你的立场相近 所以这也是当我们在面对这些资讯的时候 必须要尝尝自我检视的地方 先看看大家怎么说 并不是说我在看风向 而是我希望可以充分了解到 大家争执的点在哪里 然后我们就争执的点去做最大的解释 沟通讨论 我觉得会比较好一点 面对生活中常见的键盆站与资讯站 民众应增进自我媒体试读与思辨的能力 并针对问题进行理性沟通 才能避免偏见的行程 及受到有心人士操弄 也为一题带来有效讨论 感谢观看 感谢观看 感谢观看